你們練了現在老師提供的這個版本啊 回去再寫的時候還是要多做一些背的練習 一邊寫一邊寫 如果我時間不夠的話 時間不夠了齁 沒有再開一點作業 等一下再寫一邊去背 今天兩個都沒辦法背 魚生 中彈變比較長 這個蠻特殊的 對我現在的認識是有點不同的 所以它就會變成我的營養 就是改變我的原始的認知 是我在練書法的時候 所得到的一種很特殊的一種 應該說是歡喜 我覺得只要讓我覺得跟我認知不一樣 我就願意去接受它 然後改變我原來的認知 那邊邊呢 就算你呢 就算試して打開了 很簡單 就算試試看 明天有些優惠 很開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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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們 提供 然后就不晓得这一笔是肉壳还是怎么样 它这个撇不见了 这样也很特殊 没有变化性 这我也会觉得可以当一个养分 那不要落款不要太低 当然不要太高 很多人都直接从这一点开始落款 这样太高了 这个在持着这个中间左右 从这 不要到横点 不要到点到横这里就可以 这是一个竖笔 写一个竖笔 假设你不想过去 那你就写一个 长一点的 因为这里很空 所以我会把 这边的把它充满 那就选择比划比较多的 所以这是一种选择 如果我写1 那这个比划就太接近了 所以我选择它 比较厚一点 这样整个就会把这个地方很浓烈的聚成一个面 好 所以 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